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常溪飛馬節目,我們今天有用宣布做 今天我們宣布提早做的,因為我們發覺我們說的馬,無論是多少倍都好 總之我說的不知為何會變成熱滿,而常公子不知為何會變成冷滿 不如反正的賠率也沒有分別 上次也有兩個批,也要維持水準 也不錯,那批也有兩個批 是啊,我那批也有兩倍多 看來我那批也不是真的熱得這麼高 是,反而有信心 叫做幸運精選,你怎麼看呢? 怎樣變成幸運精選 就是世紀萬步速,然後沒有人上,然後有自己一隻房子 我又不知道怎麼說 其實那天有幾場馬都是大放回來贏,萬步速 包括美場也算是,是不是?美場算是萬步速? 美場不算,21秒14 是,但是問題是... 其實它是很快的 嗯,你看到他們 萬步速這樣放,大逃走,後面的馬又有他放 但是問題是最大的問題,中了啡格 然後下飛又被他打中,不知道 那樣子便好像做馬 其實你看回這隻幸運精選 它從來都不是一隻可以快放的馬 所以你看到它這麼輕鬆 田雞根本上不用騎,已經在前面 然後跟著它那隻是活力飛彈 其實你已經知道長馬很有問題了 田家日只贏了一場 我以為田家日連場在泥地搏殺 誰不知他贏了一場草地 那些泥地是騎到一隻雞 其實我看回那隻什麼妙星 其實又不是這麼過份 他也有追很多 不過他早段落後得太遠了 那是沒有辦法 我還買了15倍田雞的田騎士王 我以為真妙星入三甲也很有機會 現在也是 因為那天十場頭馬 就有十個騎士勝出 沒有莫黎拉粉 也算是世紀大分裝 沒人起到嗎 我看到有件事很恐怖 我先拿一份馬寶 竟然那天星期日是這樣 十場賽事裡面 只有一場馬是由前面的練馬才贏 就是雄運大師 差不多十倍 其餘呢 我們排了 現在蔡若漢方家拍審集成羅副全裏建威局 都這麼來 葉昌紅排第七位 就贏了一場 剩下的那些全部都是偉達 文家良 容天鵬 希斯 高白生 霍利時 就是完全是將一些平時不發市的人 集中在同一天贏 沒錯 非常奇怪 就是我所說的 證明人間有愛的賽馬日 沒錯 所有騎士都有賣贏 除了莫黎拉之外 梁家俊 兩個賀銘連 彭國蓮 全部都有賣贏 更加看到 涉恩的真正身手 涉恩我一向都說很厲害 很厲害 你看看最後薄殺那幾下 哇 真的 我都不用說 團結什麼 團結精神 是 很厲害 就是你打算到的 就是兩全其尾 是 你不要再氣我了 我竟然拜在薄恩的身手身上 我已經沒得說了 最後那二三十位 大家麻煩看看 這個才是真身 真是薄馬 是咯 大家看看平時的薄恩是做什麼的 是啊 我真的沒話好好說 就是 唯有說一句 就是這個馬場 真是 很難搞 好厲害 就是好厲害 就是你們不能撐 就是 上次賽完馬之後 那我的朋友都 經常聊天都說 哇 那怎麼搞啊 分贓啊 做馬 那其實就 所有都是做的 就是那句 那就是我經常都說的 那你個個都要開飯 那不是只有你們贏了 那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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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天天都是 惡賽漢三面 方家派兩面 跟著之後 審習廷兩面 那其他那些做什麼 嗯 那 還有一件事 就是剛剛的賽馬 就看得出 就是有一些 就是 都是拍一些未交代的馬出來 就是 例如獨角寶寶那些 未交代 那似乎現在來到四月尾 四月中了 那真的進入季尾的時候 那就是要留意一下 那些未交代的馬 就是始終都是 交代了就交代了 那可能要等 有些馬等下季用 有什麼都可以 你交代的 減分減得多 你一跑得這麼多 那你減得多分就自然有好處了 就是 你媽媽是女人的獨立大 就是這樣 所以我這次也留意一下 一些未交代的馬 咦 是啊,今天又跑九場了 但是我習慣了 但是又辛苦你了 沒有賠率之下 你選了哪兩隻馬呢? 我呢 就選了第三場的一號馬 我選了第三場和第八場 你呢? 你選了第幾場 我呢 就選了第一場和第九場 但是呢 我就再搭多半隻二場出來 就是我一二八 不是一二九 就是 你先說吧 第一場 你喜歡哪一隻馬 第一場我是喜歡 最近氣勢如虹的 沈澤成馬房的動力飛鷹 是 因為其實我覺得這隻馬 非常之容易騎 但是這一場馬 應該有些馬可以幫他揹到飛 是 就例如銅龍江彩 潘頓騎這隻馬 就很厲害了 已經是上季尾已經告訴你 那你想一下 他騎到的 他騎到這隻動力飛鷹 為什麼他不騎沈澤成的馬 騎高冬妮的馬 這隻一定有機會 但是這隻有機會 我就一定會買回沈澤成 嗯 現在是蔡明紹 用蔡明紹 你知道潘頓的馬和蔡明紹的馬 又是那種千絲萬縷的關係 令人覺得很 很儀形換影 那樣的嘛 所以當銅龍江彩 最有機會的時候 我就會買動力飛鷹 嗯 還有因為這一個是私跑道 那你私跑道 你當然要買些放在前面的馬 是 那 再加上最近沈澤成的氣勢 我懷疑有一點點想爭 現在的形勢就這樣 是 現在的形勢就這樣 現在就是蔡明派57 方家鵬54 其實沈澤成50 那如果這次贏兩場 那就是52 即是就算沒有那麼快 追得到蔡明派 都應該可以很快追得到方家鵬 是的 因為方家鵬明晚就有神器飛馬 神器飛馬一出 方家鵬就會全面蓋棋 還有這個詞咒 神器飛馬一出 方家鵬蓋棋 丁冠浩去馬 明晚有沒有丁仔 我沒有留意 我沒有留意 既合金王紅庫復星 楊凡順風極爽造丘游王 唉 聽下去全面都沒有留意 有很多碼未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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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冠浩現在都大 這些碼一定是冷的 一定是 清晨丁仔的碼 看看你的詞咒進不準 神器飛馬一出 方家鵬就會全面蓋棋 而丁仔一起去碼 其實方家鵬這些碼 蓋棋又不是很出奇 其實最大機會就是資本家 資本家 我不是看得很高 因為他始終第二次出就贏了 還有在風亡快樂 我告訴你 上次風亡快樂贏馬那場 基本上我在那個賽職表裡 我把全場抹掉 根本上沒有可能 風亡快樂可以贏到馬 那場根本上就是 是不是一隻風箏呢 多找一找 應該是一隻風箏 原途是不頂他 是的 原途是沒有人搞那隻 風亡快樂 誘惑陳雞自己在前面放下放下 有沒有那麼好處 不要說這些 別說這些 別說這些 誰放誰 不頂他 因為完全未開 開跑都完全不知道這件事 哈哈 已經是 我都很 有些 有些氣淚 的人士 鎖了一些馬 出來 怎麼臨場 大家這樣 對 對 然後你遇到有人燒 怎麼沒有人燒 讓他慢慢放回來 你遇到有人燒 他又無緣無故有一隻馬 上來燒你 我也不知道怎麼說 就是那一句 首先 我為了鼓勵大家看這條片 在尾 這條片的尾 有個暗黑兵法 有一隻馬 要提提大家 是的 所以現在我們 先說第二場 第二場 第二場 屬於半隻的深水 那一隻 就是這隻 上步先鋒 其實上步先鋒 之前 在泥地 在涉恩的跨下 就跑得好過 已經接二年三有表現了 但大家不要忘記 其實這隻馬 是何時開始發現 它是可以的呢 就是跑谷草 很久很久之前 跑谷草是可以的 是可能追上來 應該是 李保利 那些支流的人 跑上來 之後就發現 這隻馬 從來是不會轉腳的 永遠都是出色 有腳的 所以跑谷草 比較短的直路 是容易捱一些 其實就算涉恩贏 那次也是不會轉腳的 是 那這個就看看大家覺得 接下來 星期三 會不會天氣潮濕 還有一些雨粉 如果有的話 就買上步先鋒 好 第三場 交給你了 那你那隻上步先鋒 是半隻介紹的 是 那我今天沒有半隻的 我們總共是四隻半隻 那我就喜歡第三場的一號碼 那我喜歡就是 常勝心 那就是 羅夫全馬房 那這次 我上次也介紹過的 沙田就拍千世 那這次就換了何澤搖騎 那上次過的刨鋒 現在是四隻半隻半隻半隻笑 那我從小幾乎 那同時就先開始跑了 那他晚上看了幾乎 他們都試著 那現在過去 再前三隻八隻半隻蹬 火車 那幾乎 那個胖成馬 那幾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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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乎 那幾乎 剛剛被人捕琴了 接著就去沙田跑1,400 這次就回來跑1,200 如果要簡單一句就是 他1,000米就覺得自己充斥靈餘的 就輸了 接著去沙田就試試氣量 這次換回來就跑1,200米 換了一個全新的騎士何宅堯水騎 何宅堯今個星期就是主角 當然啦 我就會再追多一次長勝心 還有我想這次也會有賠率 當然他現在40分 但是這句話還沒交代 羅夫傳了一對馬 這隻是第一隻 符合所有條件 還沒交代 他也有前速 還有看他現在也要接近他 還有也落到5班了 就要借就借了 這些馬 怎樣要交代 還有我會覺得不會太容易 希望會有10倍或8、9倍 是不是啊?你覺得會有10倍嗎? 看看吧 第三場 有 有 又有得上又有成 有中者 我想有10倍的 有啊 是啊 還有檔位不錯 希望他這次用前速 希望在1,000和1,400中間 選一個合適的位置 即是1,400不到就1,200到 是的 1,000就搏不到 這隻馬前速就夠快 同學你所說 先放出來跑 希望啦 理論上他每一次都是放出來跑的 怎樣都在前速 那你看到同場都沒有什麼特別有前速飛快的馬 是合金王版 玩斗財星比較快點 是的 所以 所以 所以我就再追多一次長勝心 希望 何宅堯有 驅信的人 接著就星期日 就今春六十 跟我們打敗了那些日本仔 是的 接著之後呢 就私跑道呢 就我們中間那些四呀五呀六呀七呀 就skip了他 嗯 接著就第八場了 又到你的 又到我嗎 那第八場呢 我選了一隻馬 又是羅富泉的 那我喜歡羅富泉的一對馬 又是未交代的 就是維港斌流 那維港斌流 上季就是偉達的 那有兩邊在手 那現在轉了倉去羅富泉 那今季跑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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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到現在都未交代的 那羅富泉未交代 那接著就找回原裝配搭潘明暉 那上一次就潘明暉騎 沙田 就爆了六十五倍的超級大冷輪 那輸了給聖德威豐 雷神 那隻超級馬 那三輪的超級馬 那其實你看到都 就是跟聖德威豐都不能鬥的 但是就走勢都幾零例下 你看到沙田就 沙田不同法國 沙田的檔位又沒有那麼重要 那這次的檔位是壞的 我自己覺得排十一檔 但是如果他用前速放在前面 守回好位 那就 都可以搏得過 因為這場馬又是 又是那堆東西 就是這堆馬已經成一碰面了 除了莫拉的資本家之外 是啊 但是莫萊媽的資本家 我就不喜歡 就是上次殺星神天 給田雞那隻 我覺得莫萊媽跟方家柏的合作 有一點點來到尾聲的階段 我覺得今季 是 差不多 你說維港賓流 你只是想著上一場 跟聖德威豐爭的 那你來到這裏已經不是那個級數了 不是那個級數 還有他上季那兩場頭馬是56分和62分 那現在又回到評分水平了 那其實這隻馬只是在法律局贏過而已 那是沙田 那上次沙田也65倍 去衝過第二 那他回法律局主場 我覺得要是時候交代了 這場應該沒有剛才那場那麼有倍率的了 這隻馬未必 因為潘明輝十一檔 我覺得也是十倍流上 我覺得這場有票的馬 應該就是資本加風雨區 跟著就是 還有韓州飛輪 因為韓州飛輪上次贏 我也上次田雞都挺誇張的 飛到馬道 二十幾倍 不斷斬下去十倍 十倍還是八倍 我忘記了了 總之下去 認一認 沒有一半 回來是好像 這兩隻馬 好像是兵不 怎麼說 就是兵不血刃的 就贏 就好像這次 易如反掌 上次是贏得二如反掌 那我也看過一段訪問 沈雜誠說 都沒有確認這隻馬 是不是真的這麼厲害 這次是原裝配搭 我會拖回去的 我這場馬會拖兩隻馬 一隻是韓州飛輪 另一隻是風雨區 我覺得風雨區 就算被潘頓騎 都是不熱的了 可能 我不覺得是很熱的 風雨區 雖然當位好 潘頓也是你 之外的爭標半軍審集成 提提大家 就是這樣 我會再追一次維港斌流 其實我要了一雙羅副全的馬 尚性深維港斌流 兩隻馬都沒有交代 好 到我了 其實這次的心髓 就是除了奉力飛鷹之外 我還要了一些零距離 就是第九場尾場都是審集成的 這次又是田泰安 不敗之師 零距離 其實他是OK的 因為他 第一 斯蘭二檔 主動跑法 很簡單 你不會跑不行 田泰安 你出來騎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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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騎 就可以了 嗯 那你美財有些什麼 又有一隻神器飛馬幫你揹飛 又來幫你揹飛 等什麼時候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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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耳戰養戰都會有些飛 上次贏得 耳戰養戰 上次贏得太出色了 是啊 不過你這隻馬應該會是熱的 我覺得 我也是覺得這樣 其實兩隻馬都是這樣 動力飛鷹 121磅 其實潘頓是做到有餘的 潘頓做得到有餘 非常非常多 因為又排荷 潘頓又不會騎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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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 为何是这样呢?你要想一下这个问题嘛,在现在的社会 你讲的是第一场,动力飞银的问题 第一场也是,120其实他做访问他包底的 他就说如果有80分的马报名,可能他变了117 117就跑不了了,其实117就跑了,119一定跑到的 所以如果你真的拿来要考虑这一个战意的方面,其实潘顿一定跑得到的 为什么潘顿要跑第二个马呢? 所以我就买回这一只 又是用你的逻辑 那你现在是施难嘛,施难是这样的 是,用你的逻辑吧 因为现在跑马实在太恐怖了 有少少,最近我也搞得住了 大家记不记得呢?现在就是暗黑兵法的时候 没错,你说暗黑兵法 什么暗黑兵法 暗黑兵法就是呢,大家记不记得我们上一次 全力推荐的一只马叫做张登杰彩的 是呀,是呀 我不是说莫雷拉要一放到底,一出门,总之产在前面 好像英国新市场那样跑 他们就没有马追得到他了,最重要是下雨 是不是这么说 是,是,是 那就是说,那个胜负的关键就在乎于莫雷拉放不放头 那如果你看回那条巡来影片,你就发觉到 真是看到照片上顶面是 莫雷拉一出来,禁止了一只马 嗯 接着之后就禁止了一只马 接着完全没有骑过的,他的马一向是施责的放头 喂,现在不是施责 你现在在跑,你比两步也好啊 没有,接着他沿途就一直往里面 那边有什么呢,那边就是伟达马房的当家精神 嗯 那边有什么呢,那边就是伟达马房的当家精神 嗯 落大飞,他那只就是回大飞,回到上五回几乎跑 伟达那只就落到20元 嗯 那最终究竟如何呢,根本上去到最后 何宅遥骑着那只马,就根本上在他的位置铲出来的 他好像说 来啊来啊来啊,那他就 直接让开了条路 即是摩西角洪海都不用这么简单,就这样冲了出来的 啊 根本上这场马,接着呢 之后呢,他就说 当然问他啦,他都算是热门来的嘛 为什么会这样呢,他说不能提供任何解释 那个解释就是因为你不放头了 很多只都是这样的 那些小组就会跟他说,根本上其实就是慢到七彩 你这只马就是快放马 你快放马,你就按住他 去到中段,当然没有啦 因为你这只马要靠放的嘛 好了,下一步了 即他根本上就是摆明右望啊 好像怕死伟达那只不够位出 然后我就当然看啦 通常在输完这些马之后呢 那个逻辑是不能向 由前去后想的,你要由后去回前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呢 当年试过潘顿有一次 又是 又是搞了一堆这样的 类似的事情出来 总之就是乱跑那只马 之后呢,我就发觉 啊 很久之前的 那只马 马克罗斯转了为潘顿跑 那就是今次我们要看一下莫雷拉有什么骑威达的马 只有一只 其实就是八心之威 那你就想一下 八心之威虽然是我选择那场上步先锋那场 但是八心之威 无端端之前是谁跑的呢 之前莫雷拉只是 一开球的时候跑过一次的 接着就田太安、何明年、周俊落、陈嘉熙、蔡明、邵周俊落 现在下到来 五班 跑沙田了 跑回跑马比了 好档位 两档 二档 嗯 你不要去浪费了 这些摆明就是这样的啦 那你那条26Q都会非常好分 我相信 原因就是这样 如果我要交篇稿 其实当然不行啦 交篇稿这样交是会被人弄的啦 如果你问我 为什么要买八心之威 八心之威 为什么要买八心之威 我还跟你说一个字 因为当家精神 这就是你的暗黑兵法 当家精神有借有环 这就是这样的 哦你的暗黑兵法就是有借有环 就是这样 不是 是不是有借有环 世界艰难 很有讲漫的这个Terms 是有借有环 世界艰难 这些是好事 最重要是你抓到的 你明白吗 你根本上就不需要量一只马 嗯 就是 喂 这样啊 喂 这样啊 哦 这样啦 这样啦 就是这样啦 好 这只八心之威要大家留意一下 你给了四只马 让大家留意 我没理会 我又不是一个专业著名的平马人 我只是给了一对 我只是排了一对 之后那些都没看 要跟大家认真一点说 我喜欢留意 我只是查评 头场动力飞鹰 第二场发心之威上步先锋 还有几场零距离 我提供第3场1号马的常胜心 追多一次 还有第8场的9号马 维港斌楼 一对罗库全包袱的马 两只都没交代 那你那些交代了什么 上步先锋交代了 是啊 动力飞鹰 动力飞鹰 动力飞鹰都交代了 你的提供交代了 我的概念不是因为他没交代了 我的概念是因为沈习城要赚冠军 你的概念就是沈习城赚冠军 是的 你这次常熙飞马的主题就是 沈习城赚冠军 是的 还有再加一条东西就是 沈习飞马出荒交法錦旗丁顾龙去马 是的 我今天的主题就是 要追一些未交代的马 起码有些能力 很多没能力都交代不了 那我两只都应该是 有能力未交代的马 希望他们就顺利交代 好 嗯 我想聊聊天 好 怎么样是不是 抓好人那些 不是不是不是我想聊聊天 我最近有没有看Nikvist 没有 有没有时间 没安装 你没安装吗 是的 每个都说很好 我都说很好 我说可以分很多个帐户看很多纪录片 我心想 我都很想看很多纪录片 我真的没什么时间看纪录片 哦 行了你没安装的 我以为你一定安装 因为你都是 有什么好节目介绍 没有啊没有 我以为你安装了Nikvist 就跟你说 如果你没安装也没算 我没得说 没有啊我这几晚就看了 那片集叫蛇滑 我想介绍给观众看 蛇滑 蛇滑 就是蛇滑 我说七十年代 在那些东南亚地方 有个杀手 杀了那些嬉皮士 我觉得很好看 我想介绍给观众看 好 我继续追了几万 如果你没有也没办法 大家证明我们完全没有夹过的 之前 我们纯粹是 一开始就这样说 这个是record the live 这个是record the live 多谢你啊杨熙 我们今集的 常熙飞马时间 差不多了 好 我们下次再见 祝大家好运 我们下次就要改个 国际菜了 好 碰碰日本仔 你碰碰日本仔 当然碰啦 我都会 我都会很留心的日本嘛 好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